欢迎您锁定焦点 全球变暖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世界气象组织最近发表新闻稿正式表示 2010年确定无疑是在1998年2005年之后最炎热的一年 按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更早的数据显示 今年6月是自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月份 陆地和海洋表面气温综合平均达到了摄氏16.2度 比上个世纪的6月份平均温还要高 说到全球暖化大家可能以为就是天气越来越热 但事实上气候暖化还反映了多雨 极热极冷的不可捉摸 我们走过的2010年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是人们所期待的白色圣诞 但今年12月入冬以来 严寒天气肆虐全欧洲 漫天风雪封盖波兰 法国 奥地利 瑞士 连很少下雪的西班牙 葡萄牙也大雪风飞 德国和英国一些机场关闭 道路遭冰雪风洞 路空交通大乱 扰乱民众的生活 在英国人们无法准时抵达工作地点 预计一天内的经济损失高达25亿星元 大雪在欧洲中部夺走好几十条人命 波兰的气温一度在摄氏零下33度 有30人遭冻死 这个被形容为北极震荡的极端天气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发生 今年欧洲的这股寒流来得早也异常凌冽 丹麦东北部创下一百二十年来的最低温 法国北部的降雪量达到四十年来的最高纪录 寒流也在中国肆虐 辽宁省有18条高速公路无法通车 导致交通瘫痪 房屋和道路受到严重损害 内蒙古也被大雪所吞没 2010年不但创下最冷的冬天记录 也可能缔造百年高温的历史 今年7月俄罗斯遭遇130年以来最热的夏季 引发森林大火 蔓延超过50万公顷的土地面积 导致40人死亡 森林大火的浓烟还飘到首都莫斯科 笼罩红场上空 我们大气层里面有所谓的喷射气流 喷射气流和反声音现象会有相互作用 我们的北半球的喷射气流 它像这样的形式会造成非洲部分的热气团 向北移造成俄罗斯那边的热浪 今年不止天气酷热 雨水也特别充沛 从欧洲到亚洲多个国家在水上飘 巴基斯坦更遭到百年一遇连日暴雨的袭击 酿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灾 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被淹没 两千万人受灾 两千多人丧失性命 巴基斯坦政府无法应付这场特大全国灾难 为六百万无家可归的灾民解决生机问题 灾区还发生逆急祸乱 灾民苦不堪言 今年的那个气候属于反圣因的现象 这个就是所谓反圣因指的就是英文说我们说 La Nina指的就是东太平洋海面的气温下降 相对来说我们西太平洋地区 东亚地区海面温度会比较高 造成水气的凝聚和降雨的增加 这张图显示的是反圣因现象对于我们大气的影响 好像我们这个水气的凝聚就在于我们东亚地区 然后造成降雨量比较大 自二零一零年五月起 中国多达二十八个省出现强降雨 酿成洪涝灾害 造成全国二亿人受灾 一千四百多人死亡 八月初特大山洪泥石流重创 中国甘肃省州区 超过一千两百人遭遇墨顶之灾 气候转变是一个长期的概念 那预测短期的气象转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目前来说中到远期的气候预测 是天气极端化会继续地发生 相当于六十个奥林匹克 泳池的雨水是乌节路的商场 在瞬间变成了乌节河 自1984年起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新加坡不曾发生如此严重的水灾 每个人才知道 哇 原来Lucky Plaza也是会咽水的 十月间泰国也遭受暴风雨袭击 导致上百人死亡 农业损失大约二百六十万新元 首都曼谷也称了水江泽国 旅游业 制造业 贸易 运输业的损失 大约八亿新元 这次水灾可能导致泰国第四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萎缩超过0.4% 美国国防部曾经在2003年委托 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 对2010年到2020年的全球气候 做了一份预测报告 当时这份报告表示 今后20年全球气候变化 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超过恐怖主义 这份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人觉得太夸张了 但报告所提到的现象 其实开始发生了 稍后回来我们要告诉你 粮食危机的浮现